欢迎来到《凤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今年63岁的演员张琼兹 早期从模特出道 外形搅好的她 后来踏入戏剧圈 如《女人四十一枝花》 《家》都是她的代表作 戏剧表现亮眼的她 更成为八点档当家花旦 一脚踏进演艺圈后 戏约不断 即便婚后淡出荧幕十几年 都不曾被观众淡忘 1993年 与东方特快车郭太元结婚后 便吸引淡出演艺圈 跟随老公到日本 专心相辅教子 张琼兹和郭太元结婚29年 育有两个宝贝女儿 其中25岁长女郭思瑜继承妈妈的美貌 不但长相搅好 还有一双修长玉腿 近日她到球场看比赛 纤细的体态引起网友热议 郭思瑜跟着妈妈进入演艺圈 2019年 母女俩曾在公事时代生活剧《苦力》同台演出 张琼兹当时笑说 跟女儿拍戏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她变得像小时候一样 特别依赖我 我们在外景住同一间房 睡同一张床 一起讨论剧本 一起出班 一起收工 这种感觉太好了 万般辛苦皆甜蜜 张琼兹的老公郭太元 六十大寿那天 张琼兹全家及姐姐张琼玲 和妹妹张琼瑶携家带卷齐聚一堂 为其庆生 场面温馨 张琼兹则因赶拍三立台拔一家团圆 赶在最后一刻 全家人合体 张琼兹的姐姐张琼玲 在社交平台公开全家人 替郭太元庆生的画面 照片中张琼兹的妈妈 姐姐和妹妹 开金的大集合为郭太元庆生 郭太元则疑似喝了几杯 脸红红的不断微笑 张琼玲透露 两人第一次认识时 在日本 当时郭太元在日本是 家喻户晓的体育界名人 朝日新闻的头版都是他 郭太元几年前曾患肝癌 2017年又再度传出 罹患下咽喉癌 这些年 他在不断地和病魔做抗争 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在家人的关心和陪伴下 他们终于战胜病魔 经过多年的修养和治疗 他的身体恢复状况良好 六十大寿时 亲友们举家为他庆祝 他看上去面容气色良好 全程开心微笑 和老婆张琼兹家人感情也很好 几乎每个家人都抢着轮流和他合照 由最美心二代之称的郭太元 与张琼兹的大女儿郭思雨 也甜蜜地把手搭在爸爸和外婆的肩上 拍下三代同框画面 说起张琼兹 他的婚姻生活也算是人生如戏 2003年和健身教练潘若迪爆出绯闻 让老公郭太元大怒 婚姻岌岌可危 张琼兹当年就是潘若迪学生 在他老公郭太元罹患肝癌期间 数度与潘若迪出游 还在南方车里拉起遮阳板密会80分钟 该轿车还出现不明原因的晃动 事后张琼兹与郭太元闹婚变 但为了小孩终破镜重圆 当时郭太元气得离家出走 打算离婚 在张琼兹极力的挽回之下 两人才破镜重圆 继续维持着夫妻关系 潘若迪事发后 审隐一个月 再度现身时公开道歉 坦言没有拿捏好师生之间的距离 知道张琼兹和郭太元夫妻重修旧号 才松一口气 事隔多年 张琼兹被问到当年的婚变 表示 我不是为了孩子才留住婚姻 我没那么伟大 是真心觉得 不会再找到比他适合的人 不过前阵子又有目击者指称张琼兹 又重新选上潘若迪的有氧舞蹈课程 让人废一猜 记者致电郭太元向当事人求证 郭太元表示 我和阿兹很好 没有分居 那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住在那里 随后以自己要上场比赛为由 不愿再多谈私事 但从言辞间可听出 他与张琼兹的家庭生活早已恢复常态 只是张琼兹仍不避嫌 又固定上绯闻男主角潘若迪的健身课程 坦率直接的淑女作风 也让旁人感到压抑 事过境迁 如今张琼兹仍不间断捧潘若迪的场 两人运动完 经常一起搭电梯下楼 潘若迪则一改以往大方态度 反其脸来不受访 张琼兹则说 So what 本来就没什么 还表明老公郭太元也知情 经纪人林娇娇坦称 张琼兹的确有再继续上潘若迪的有氧舞蹈课程 他说 阿兹现在和郭哥哥的感情很好 相信外界也有耳闻 而且他每次上完潘若迪的课就回去 双方私底下并无任何互动 也没有多做交谈 请大家不要做太多的联想 自己也上过潘若迪有氧舞蹈课程的林娇娇强调 金牌教练潘若迪的教学风格很活泼 也很实用 所以选他课的女学生非常多 试过就知道 有时候他也会约张琼兹和其他圈内女星一起去上课 基本上张琼兹热爱运动 况且绯闻事件早已过去 根本没什么好在意的 他相信张琼兹是因为心中坦荡荡 才会在不避闲的情况下 继续参加潘若迪的有氧舞蹈健身课程 此前世界棒球经典赛刚结束 中华职棒三连败 让网友联署解散棒鞋 担任总教练的郭泰元也跟着被骂翻 棒球名将郭泰元当年和当红本土剧女星张琼兹结婚 成为演艺圈与体坛的一大家话 这次经典赛看到老公被骂 张琼兹心疼又温柔地安慰老公 辛苦了 快回家 我们都在 女儿也公开表示 要大家别再骂爸爸 一家人携手走过风波 如今感情更加坚固 幸福 走过风风雨雨 相信两人的感情更稳固 从模特 女主角到妈妈 演员张琼兹一直很有观众缘 她不隐藏年纪 也不刻意美化婚姻状态 还自嘲拍戏一定最早到 是因为家庭不温暖 走过人生低潮与风暴 张琼兹一路照顾曾离爱的中华职棒郭泰元 也带大两个女儿 变得更从容自尽 张琼兹在35岁那年决定嫁给郭泰元 这也表示她得跟着在日本职棒西武队当投手的先生 离开台湾 住在一点都不繁华的郊区祁域县 放弃演艺事业 当一位单纯的家庭主妇 她说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啊 结婚就是要这样 当时觉得该走入家庭的张琼兹并不眷恋明星光环 安安分分等着郭泰元打完每一个球机回家 可是这样的生活不无聊吗 张琼兹笑着说 在日本没人认识我 多快乐呀 后来想想 没事做也不行 干脆就利用眷属搭西武池代线火车不用钱的邮带 每天坐火车到处去玩 一天内往返的地方都可以去 可能到某一个公园走走 或吃个车站附近的拉面 卖鱼饭都很有意思 这样的日子也过了四年 直到大女儿出生 郭泰元宣布从日本职棒界隐退 全家才搬回台湾 回来了 她又再度成为众人关切的明星 重新站回舞台 但这个名人家庭却接二连三遭逢不同的挑战 先是张琼兹自己爆出婚外情新闻 面对先生不谅解 婚姻关系跌入谷底 接着是郭泰元身体出状况 因过劳爆发肝癌 接着在担任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城棒总教练回国后 又被检查出得了下咽癌 必须进行手术和一连串的化疗 看似娇弱的张琼兹在挽回婚姻的同时 还肩负起照顾先生和两个女儿的责任 又要拍戏稳住家中经济 等于一个人当两三个人在用 张琼兹还记得 当时两个女儿念小学 她请了管家安排接送 彻夜赶排八点当戏码之后 和孩子们约好在校门口见 她带着三份早餐 母女就在车上享受短暂的亲子相聚 然后两姐妹上学去 她再回家补眠 晚上又去拍戏 这样日夜颠倒的日子过了至少一年 一生纵横球场 硬汗形象的郭泰元怕她累坏 手术后第二天就坚强地站起来 明明伤口很痛 但从不吭声 只是一直默默按着止痛剂的控制钮 但时间没到 不会自动给药 她就忍着痛 还说 没事没事 要张琼兹赶紧回家休息 万难见真情 郭家四口就这样一路走过风雨 目前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张琼兹说 她和老公两人的专业领域不同 但都给予对方极大的自由空间 这是生性浪漫的张琼兹觉得最理想的状态 有趣的是 两个女儿从小跟着活在美光灯下 但最怕学校的家长日来到 因为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参加 都会引起学校里的一阵骚动 没人不认识这对夫妻的 女儿们总是拜托张琼兹不要出现 但是这怎么行 我当然还是要去啊 张琼兹不为所动地这样说 习惯了不管在台湾的哪个角落 都有人认出她 张琼兹不会抗拒出门 还是和一般人一样搭捷运 上市场吃米粉汤 但她也知道随时可能被偷拍 所以我都尽量吃得优雅一点 或是面对着墙壁吃 采访过程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张琼兹算是非常亲切 好接近的一人 但她的自我要求还是非常严格 像是多年持续不间断的健身 维持纤细腰身 也像是中餐只吃两颗白煮蛋就够 出门一定化好妆 总不能让人看见我脸上的斑啊 她再度诚实说出自己的罩门 三立八点台剧《一家团圆》剧中李燕 因瘟疫消失了40多天 确诊康复后时隔一个多月 终于回归《一家团圆》剧组 隔离期间她也透过社群平台报平安 后来忙品牌工作 还带狗去露营 彻底充电 预告中她剑步如飞 意味着双脚已康复 想阻止婆婆张琼兹想不开 接下来剧情令人好奇 李燕在确诊前 剧情写她双脚受伤要做轮椅 连婚礼都是做轮椅完成 回归后却奔跑着阻止张琼兹做傻事 双脚经过附件已经康复 只是自觉愧对儿子的张琼兹 画面远远看她从桥上一跃 高度让人内心一惊 角色是否领便当不得而知 许多观众以为李燕确诊康复后 会马上回归 但因沉惯联儿子老婆相继确诊 后来连她也染疫 迟迟未能回去拍摄 李燕也在这期间盲品牌 她也曾笑喊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会不会害怕 此前据台湾媒体报道 张琼兹在台中拍摄新剧 在搭车赶往片场后 下车的瞬间一脚踩空 突然晕倒 被工作人员送进医院抢救 送去医院才知道 原来张琼兹是因心脏问题倒下的 2019年她就因为心脏疾病做过一次手术 现在入院检查晕倒原因 光看身材 谁都想不到张琼兹已经63岁了 更看不出来她曾被心脏疾病困扰过 平时的她很喜欢运动 并且常年保持着这种习惯 之前在得知刘真因心脏疾病而并未住院后 张琼兹还在自己的社交动态上发布了一条动态 鼓励刘真夫妇 发布的动态上只有一张图片 上面写着刘真加油 新龙加油 谁知没多久自己就病倒了 在第一次心脏手术后 张琼兹一直都保养自己 按时吃药 观察身体状况 结果还是发生了意外 张琼兹的两个女儿得到母亲入院的消息后 便赶到医院 后来医生告诉家属是心脏疾病导致的突发晕眩 入院就医后 张琼兹已无大碍 不过需要再做一次心脏手术 因现在情况特殊 张琼兹选择延后手术 据说她出院后没几天就回剧组拍戏了 希望她能多多休息 不要因为工作太拼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